Goo Boo 大家好! 歡迎來到WinTV的WinTV頻道,我是WinDe 今天是早上的9點多,我眼睛都還沒有睡醒 我現在呢就在墨內 發源了這個城鎮,它叫做Diagnosie Viagni 我們到了這個城市之後呢 你有兩個選擇可以前往墨內花園 第一個呢就是搭他們的小小接駁車 來回要8歐元 那如果你覺得時間很充足 就像我們現在這麼早就到這個小城鎮的話呢 大家可以慢慢的散步慢慢的走 大概需要20分鐘的時間 是吧 說到這個 從巴黎來到Giviani這個城市呢 也有兩種選擇 第一個你可以買火車票 那第二個呢 你可以藉由那個navigo的卡 做這一線 然後再轉巴士來到這個城鎮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趕快跟我一起走囉 終於起來啦 好久好久喔 好的我們終於到了 然後我們停了 把那個腳踏車都停好了 這邊超漂亮的沿路 沒想到就是 比想像中的還要遠啦 所以 下次如果大家要騎腳踏車的話 要好好考慮一下 但是呢 還是很漂亮沿路 還看到駝鳥欸 還有 有有有 有駝鳥 真的 然後還有那個 哇 超漂亮的 想要外拍那種很多玫瑰小花園的那種 一定要來看看墨內花園 不過好熱 真的好熱 今天大概34 35吧 好啦好啦 大家 等一下我就拍給大家看 這邊到底是多美囉 都是排隊要準備買票禁員的人喔 這邊是票價 從早上九點半到下午六點 大人是九點五歐 學生跟七歲小孩是五點五 七歲以下就是不用錢 最會允許買票禁員的是在下午五點半喔 好美喔這邊 超美的 雖然天氣很熱 現在30幾度 一直狂流汗 各種花 非常的豐富 顏色也很豐富 感覺非常的浪漫 適合帶你的情人起來 這邊 我們來到墨內 她的家囉 墨內的化妝 她當時家裡擺設的樣子 好 這是窗外 這個她的墨內的家裡 窗外看出去的樣子 好了 現在是下午的四點多 所以我們要準備從Giviani這個城市 回到我們巴黎去囉 墨內的花園真的很推薦大家可以來 但是還是要注意天氣 如果太熱的時候 我覺得還是選天氣 稍涼一點的時候 來會比較好 因為那邊真的是完全沒有遮蔽物 看我現在這個樣子 就是非常的狼狽 非常的累 但是裡面花園真的是很漂亮 還有水池啊 還有各種有很多種 各式各樣的花草 很值得大家來拍拍照 散散步 大家如果有體力的話 可以跟我一樣試試看 用小哈車 雖然會很累 可是一路上看到好多好漂亮的風景 有鴕鳥啊 馬啊 各種還有牛 非常的田園 非常的鄉村 是你平常在觀光景點 看不到的一些美景 好了 那今天就到這裡囉 如果喜歡這影片的朋友們 記得按讚 然後把影片分享出去 還沒有加入溫TV的朋友們 記得訂閱 然後朋友給點鈴鐺 可以按一下 在那邊不會錯過 每次最近上傳影片的通知囉 那我們就很快的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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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